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尔金的一个大学生的房间 小说这样写 十分钟内所有抽屉箱子全部打开 床垫掀翻 沙发割破 书籍沙发里冒出来的海绵扔了一地 意外的是没有找到莎士丰 小说里有交代 说斯大林的时候呢 风作业就能定罪 赫鲁晓夫时代呢 也需要证据 找不到这个沙士丰 其实他就藏在那个窗台外 一时找不到 这个年轻人啊 满脸这个发白 非常慌 就在这个时候隔壁传来一个 类似的音乐声 早去一看呢 原来是有个老人在那里吹蛋黄管 这蛋黄管跟沙士管不一样 据说这个是沙士管呢 是无耻的资产阶级分子 对蛋黄管的邪恶的改造 这个老人呢 曾经在列宁格勒的 音乐审查委员会里面工作多年 警察对他也没有办法 小说的第二节就是 叙述这个老人啊 退休以后怎么靠钟表为生 第三节呢 讲到了警察当中的一个人 叫库之明 他就是那天听错了音乐传出来的房间 但是他不甘心 所以回到警局以后 某天呢 他又去查这个57年 10月27号晚上的那个出警的记录 进一步找出了这个老人 跟那个年轻人的材料 细细地看 小说描写说 库之明今年28岁 瘦小 安静 戴厚厚的眼镜 表情常过于正经 在警局里开始不受欢迎 被人嘲笑 比起出外情 他更情愿做文职工作 他来这个分局 就是因为这里有列宁格的最大的档案室 他经常在这个档案室里啊 几小时几小时的埋头 在这里他感到如鱼得水 我要讲的细节就是紧跟着来的 原来呢 他的这个工作爱好 跟他小时候的一个游戏的癖好有关 我也读小说了哈 库之明自小 羞怯文弱 习惯了受欺负 因此对其他警员的作弄 触之泰然 他童年唯一的爱好 是用玻璃箱 装满了土壤 在里面养蚂蚁 蚂蚁们浑然不知巢穴的每个角落 都已暴露在人类的目光中 依然忙忙碌碌的挖掘 单韵 分泌 摇摆着触觉 玻璃 是多么奇妙的物质啊 让地底下的秘密 一下子变得直视无碍 他精心的伺候着他们 又频频制造着灾难 往洞口灌水啊 熏烟啊 或者随机 碾死一两只蚂蚁啦 或者扔一个马蜂进去 看着蚁群一团溃乱 他忽然意识到 这原是属于上帝的享乐 库之明每天迷醉的 瞧着 摆动着 直到有一天 他那玻璃箱被勾勾举起 在他的尖叫声中 被愤怒的父亲 在地上摔得粉碎 而现在 他可以从容地坐在 巨大的档案柜前 在明晃晃的灯光下 肆意流来 再也无人干扰 库之明感到一阵幸福 他觉得整个城市 都放进了他的玻璃箱 好了 我所关心的细节 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或者想象 通过一个玻璃箱 看蚂蚁 那也许你看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的是 很多互联网 各位年轻的朋友 你能理解 能体会 能享受库之明 对蚂蚁的 这种兴趣吗 说不定 你也正在看小红书 在无数的APP里 你正好看到 这个细节 我们的节目暂时 告一段落 我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再见